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戰 想不懂就把念頭整個翻過來 我跟自己開心地作戰 我跟自己作戰 鳳姐 好久不見 妳還是那麼漂亮 少跟我說這些客套話 妳這個二當家是怎麼當的 連個分贓的事都搞不定 對不起鳳姐 是我辦事不利 其實這件事情我一直在叮嘱豪哥 可是不是我找不到他的人 就是他不跟我談 逼得沒辦法 所以才請您回來 以後這種事情自己看著辦 不要再來煩我了 是 不過鳳姐 有件事情我想問妳 妳有沒有覺得 郝哥最近有什麼不一樣 不都是一個嘴巴兩個眼睛 有什麼不一樣 你不要跟我扯東扯西的 我告訴你 我不在的時候 你跟艾明給我好好定著 公司的動態 有任何決定性的計畫 都要向我報告 知道嗎 是 鳳姐 時間差不多了 我要走了 藍姐 立鳳 好久不見了 一年前 一年前 你跟國豪 為了你前男友的事情吵架 我都知道 是國豪做了對不起我的事 沒有什麼事情 比濫殺無辜 更罪不可赦 你婚前的那個男友 陳先生的死 完全是個意外 是你父親不小心造成的 當初你父親知道你在婚後 跟這位陳先生仍有聯絡 他擔心你會因為感情 而迷失自己 所以他親自 去找這位陳先生談 你父親的目的 只是希望這位陳先生 可以離開你 沒想到他們談完之後 這位陳先生一出門 就出了車禍 我不相信 媽 你為了挽回我跟國豪的感情 盡量用這種黃話騙我 你的父親 他一直想跟你解釋這件事 但是國豪 他怕壞了你們父女之間的感情 才阻止他 一直沒讓他說出來 他就是怕你不相信 所以在他死前 特地留了這一封信 好讓我交給你 立鳳 我會這麼做 完全是為了你 也為了我的兒子 我希望你們都能夠過得快 醫生 他到底有沒有救完 一點進展都沒有 我已經說過了 他要好 恐怕要點奇蹟 你騎你的頭了 到底是不是醫生 你到底快沒醫 好了 放開他 迪哥 他一不好 豪哥我們留他幹什麼 先下火去吧 豪哥正在休息 不要打擾他 豪哥 你休息夠了沒 你知不知道 沒有你 我們快應付不了了 豪哥 你快點醒來吧 只要你醒來 以後要我順強替你挨多少子彈 都可以 豪哥是你要承受多少的痛 我就要他們承受一百倍的苦 我要他們血載血歡 明哥 到現在誰動著手都不知道 這比賽怎麼討啊 能清楚華哥居住的 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 你是說內賊 結果怕他已經通了外野 你有眉目 進來醒來 我看那個狐狸一髮早晚會露出來 喂 立鳳姐 難道是他 原來國豪 早就知道這件事情是爸爸做的 為了維繫我跟爸爸的感情 國豪寧願被我誤會 國豪 你這麼做究竟是傻 還是愛我 叫你 對 好 你覺得好 你答應 快嗎 好 立鳳姐 你不是回日本去了嗎 怎麼 我改變主意不行嗎 國豪呢 我不是跟你说我要见他 立凤姐 豪哥在南部去谈事情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我替你转达 孙强 背车 你要去哪里 国豪在哪里 我就去哪里 立凤姐 你一见豪哥这样太突然了 好啊 给我拨个电话 我都要问问看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准 快点打 立凤姐 豪哥现在跟你老大在谈事情 什么老大做了不起 连个电话也不能接 这是个跨国性又很机密的事情 豪哥不想被打扰 对啊 你看 豪哥都不让我们跟何见他 多重视这件事情 我不管什么理由 我有话要问他 我现在就要见他 立凤姐 恕我执言 请你替豪哥想想好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高兴来就来 不高兴就成 也不管豪哥怎么想 更不管他的立场 就算豪哥靠你们家的势力 撑起洪海帮小口的局面 你也用不到这样对待他 豪哥是为了公私在卖你 难道你对他一点体育之情 都没有吗 我不要给你们看 跟国豪说 等他事情一办完 要他立刻来见我 我会等到他回来才行 浪海帮小口的 凌鸦 三杉 鸟哥 有一堂 今天我猜晓的 立凤姐是尺硬不尽软 要用骂的才说得懂 真要惨 他辈子见到豪哥 否则他不肯走 诶 不错嘛 好 就在 坐开 孙 你在干嘛 上班玩电脑 我告诉你 公司请你来是让你工作 不是要你吹冷气玩电脑的 你再这样鬼混下去 小心我拿你开刀 主任 你又在找周凯麻烦了 我没有找周凯麻烦啊 周凯 平常心说 我有找你麻烦吗 我都看到你在训他了 主任啊 你不要每次都找周凯麻烦好不好 我 我 一华 主任是在教我做人的道理 跟厨师的原则 他是在帮我 对嘛 你以为我喜欢天天骂人啊 我之所以对周凯这么严厉 我是恨铁不成钢啊 没想到 你竟然这样误会我 对不起啦 主任 我不知道原来你这么用心良苦 没关系 你现在懂我还不迟 你要知道 主任 真的不是一个坏人 好啊 我知道了 知道就好 今天是你新设计内衣的首卖会 准备准备 我们去卖场吧 就我跟你 我们两个就足够了 主任 我也想去 你去干嘛 他当然要去啊 这一款内衣啊 若不是周凯给我的宝贵意见 我想我也设计不出来了 一华他这个 周凯是我的幕后功臣 你如果不让他跟我一起去 那我也不去了 好啦 我答应你 去准备准备跟我们去啦 跟屁虫 主任这个人啊 就是要拦你的 其实你不用这么帮我的 不帮你我帮谁啊 你啊就是脾气好 什么都能忍 我才看不惯别人欺负你了 谢谢你啊 坐开 我是叫你站柜 你坐着干嘛 你啊卖得好吗 还不错 不错你的头啦 一个商务只卖出一件来 主任 你不要太沮丧嘛 现在桥美专柜刚好在特卖 难免会影响到我们啊 我看不只是这个原因吧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不要用这个材质 成本这么高 价位就当不下来 现在好了 市场的反应 就是最残酷的事实 这款内衣本来就是走高级的路线 再说这个材质 绝对是未来流行的趋势 走在开端就是赢 还有无限的前瞻性 我们不能因为他第一天卖得不好 就否定他嘛 我现在蛮老的担心的 就是这个月业绩如果冲不上去 到时候我怎么向公司交代 主任 今天才上柜第一天 卖得好不好还不知道 你不要自己先失去信心 我就不相信台湾的妇女这么不识货 你了不起 你有自信 好 你那么有信心的话 你给我打包票啊 这个月业绩要是没有第一名的话 我就唯你试问 一娃小姐 主任 黄经理 第一名说 来巡视卖场啊 在谈什么事情 我看一娃小姐好像很头痛的样子 还不是为了业绩还有下个月啊 卖场专会分配的问题啊 关于这件事 我也正想跟你们聊聊 现在有空吗 王经理啊 我什么没有就是时间多 一华我们走吧 你们去谈就行了 我有需要去吗 你是我们的手机设计师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状况 你是应该的 请 一华走啊 主任 那我呢 你 你在这里站柜 我去谈事情 不许做喔 有没有搞错 我是管业务的 要谈也是跟我谈吧 不让我做 我偏要做 我的妈 你别跑 有家的牛奶吧 一彎小姐 他通常不加的 不过我要 帮我加一点 谢谢 王经理 有什么事情 您就直说吧 我看 这个月你们的业绩 恐怕赢不过 巧儿美的正规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这是你们两家的业绩 现在你们已经差人家一大减 王经理啊 他们不过这个月业绩好一点而已 我们上几个月可都是赢过他们 但是这个月的业绩 关系到下个月卖场的分配 为什么 往年卖场的分配 不都是以全年的业绩来作为裁定的吗 公司改变规定了 改了 什么时候改的 昨天 这并不合理 你并没有通知我们 公司有改变的权利 合约上写得很清楚 再说 新月百货是商家别人之地 我们只怕东西不够买 并不怕没有客户 你现在跟我们这样说 不就摆明了 我们没希望了吗 我找你们谈 不代表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依我看 今天星象寺的内衣 如果能够配合促销活动 或许可以带动买期 建议来也可以增加业绩 不是吗 王经理说得非常有道理 一华 我们回去好好讨论讨论 明天就打折扣战 才刚上市的内衣 你就要我打折扣战 这摆明是来告诉消费者 我对这款设计没信心吗 管他是不是新上市的 只要能够把我们的业绩充高 我们照做就对了 主任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呢 立月底还有十几天 难道你是对我的设计没有信心 你就别那么固执 王经理 你放心 我们回去好好讨论 明天就给你一个促销企划爱 你们永远不会了解一个设计者的苦心 找我过来 只不过是想知会我一生罢了 算了 你们慢慢谈吧 我先回去了 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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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经理 一华年轻不会说话 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不会了 很久没有看过这么耿表的意见 我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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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一点 你怎么跑那么快啊 跑啊 再跑啊 我看你跑到哪里去 我跟你说这么多原因 你到底是听进去了没啊 我跟你说五百多次了 老大 我不是在帮你们了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就该了 我知道我们延远不信 但是我们也不得了一个鼓勇气 我体谅你 谁体谅我 拜托 我的生活都已经被你们搞得大乱了 工作快没了 女朋友也快跑了 这样还不够吗 我们会补偿你的嘛 我不要补偿 我只要你们还我一个平凡的生活 难道你们就不能干脆一点 告诉大家事实 这样不就谁也不用为难谁了嘛 若发出这样的消息 你知道为害多的人 气体直战家破人吗 搞不过还衍生更大的灾难和亵渣 你有这个能力能化解危机 难道又不能帮我们一次忙吗 明哥说的是事实 你放心 讲你帮我们啊 应付掉立凤杰 等我们找到凶手 我们一定不会再麻烦你了 我没有办法等到那时候 而且我也没有那么伟大 对不起 顺强 顺强 让他走 你 让他走 你们自己好之为之啊 你啊就是固执 听听人家王经理一件事会怎样啊 人家也是为我们好啊 主任 你真的这么没信心吗 这事实胜于雄辩啊 在社会上做事情 就要懂得见风转舵 坚持什么狗屁理念啊 那都是不成仇的小孩子玩的游戏 可是 我不这么认为啊 你啊 有时候看你明明很聪明 怎么脑袋跟那个周凯一样不灵光啊 我告诉你啊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人要向上爬啊 就要和成功的人接近 像王经理啊 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其实你也知道 王经理对你有好感 你只要稍微用那么一点点手段啊 包你以后不用画都画得那么辛苦 我们也好办事 你不要只顾了那个周凯 那小子啊 除了会给你找麻烦之外 还能干什么 主任 你不要说了 主任 你来得正好 我正想找你 我叫你站柜 你跑哪儿去了 我 好 不用说 反正好我也没指望过你 你干你的活去吧 真是搞不懂 你怎么会理这种人啊 周凯 你不要太在意主任说的话 要真的在意的话 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我只在意自己要做什么 只要对得起自己 别人怎么说都不会影响我的 那就好 你刚刚和那个王经理谈得怎么样 没什么 就是要增加业绩 否则 下个月恐怕很危险 苦这一张脸 怎么会有客人上门呢 你放心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 走 我们照顾客人去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流行的款式哦 你看你喜欢哪一件 我再给你做介绍 还不死心 丁秘书 接草儿美的主管到我的办公室 我要探问加强的宣传 是 杨哥 六哥 侯哥 祖哥 明哥 你回来得正好 龙哥 你请那么多大佬来做什么 好啊 我们正在谈一些事情 豪哥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呢 豪哥到南部去了 哦 怎么都没听说呢 豪哥最近做什么事情 好像都很神秘哦 说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豪哥做什么事情 还要跟你报备 那也总不能都有你来代为发言 这样不就表示 豪哥对我有意见 有话故意不跟我说 他也不会跟你说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 我什么意思 你 好了 怎么回事啊 他要坐下来谈 你们两个怎么了 一见面好像结了什么深仇大恨 今天阿龙请我们大家来 主要是要谈威胜帮的事情 我听说立凤小姐 坚持要五五分账 是吧 立凤姐是有这个意思 我也转达了意见 豪哥说她会处理 明哥 什么时候处理 豪哥没有指示 我看是你一个人在自说自话 搞不好 你根本没告诉豪哥 你是怀疑我对豪哥的忠诚 怀疑你又怎么样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说没两句就翻脸 坐下 坐 阿龙这样问也是应该的 别说是他想知道豪哥在干什么 连我也很想知道 我有多久没看到豪哥了 最近也没看到他管理公司的事情 阿明啊 你去跟豪哥说一声 要玩可以 也要有点分寸 柳哥 柳哥 豪哥不是在玩 他是有钥匙在身 我不管什么原因 总之你请他赶快出命 不只是威胜邦有事要处理 公司里面还有很多事要等他裁定 你 我知道 我会通知 你说 要等多久 我尽快 希望下次开会 不要又是你代表发言 吃生鱼片 上次还有体力 有精神工作 今天卖场的生意这么长 你居然还吃得下去 担心也改变不了事实 倒不如吃饱喝足养足体力 去迎接崭新的一天 周凯 我说真的你羡慕你可以用的乐观 生命是很可贵的 时间要用在快乐的地方 而不是浪费在痛苦的地方 只要能够这么想 自己就会有信心去面对更多新的挑战 你说对不对 看你这么乐观 我不开心都不行了 周凯 虽然公司的人常说你一无是处 少雷根基 但是在我看来 你才是最懂得过日子的人 别再夸我了 我脸都红了 你看你 闷闷不乐了一天 新的设计图也没画 新商品卖得这么不好 我都快没有信心了 千万别这么想 别忘了 有我在为你打气 不要让我失望 都几点了 这小子还不回来 明哥 这小子会不会帮我们吗 阿龙跟大佬给我们施压力 我们现在进退无路 只剩下周凯这个希望了 实在是吃太饱了 以后不要再叫那么多菜了 吃不完那多浪费 我是想不能请你吃好的 但是要吃到饱 什么 你是这么想的 叶华 等我以后赚钱了 我不会委屈让你吃小馆子 我一定会找一家大餐厅 带你去吃 你以为我在乎的是那些吗 其实吃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跟谁吃 只要是跟你 哪怕是吃白开水泡饭 我都觉得很有味道 好 那从今天开始 我天天都请你吃白开水泡饭 你讨厌 跟你开玩笑的 不然我旁边去了 怎么了 有几个爱说人家甜话的邻居 坐在我们家门口 我怎么都没看到 那些三姑六婆 最爱扯别人是非了 尤其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么晚了还到我家 我们是谈公事 再说我是你朋友 去你家也不过分吧 可是 我怕对你会有负面的影响 我们又没怎么样 干嘛怕别人说 我们回去吧 一华 我看我们在小家咖啡厅做做 这样对你比较好 走了 你不是说要拿杂志上的新款 给我看的吗 我用讲的给你听也一样 走了 那我等一下就送你到捷运站 你自己要小心 到家记得打电话给我 你干嘛 怕我走丢 擔心你的安全 对了 你如果要找我的话 就打我的手机 不要打到家里 为什么 你等一下不回去吗 不是 我忘了缴电话费 电话可能被切断 我知道了 那你回家也要小心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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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从来没有替他想过 但是他竟然为了我跟爸爸 宁愿被我误会 果好 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 你们又跑到我公司来干嘛 你一天不回家 跑去哪里啊 看我们早产了 拜托 你们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周凯 我这辈子没有求过的人 就算我求你 再帮我一次 半次都不行 明哥 强哥 我很体谅你们的处境 但是我真的爱莫能处 你放过我吧 再说 我现在心里只想着 怎么将内衣卖出去 我真的无礼帮你们 坐开 别为难他 你快起到了 快去上班吧 你昨天没回家也没机早 今天趁人快下班 就算是好朋友 你也要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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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这份人情 你这傻瓜 跟我们报什么恩 是我们开摊 不会赶回家的 你还笑得出来 你真的就这样算了 当然不会这样就算了 这一款是我们的小魅大 超薄 无痕 透气 是用最特殊的谭利斯敏制造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 不用了 我再看看好了 设计师 你做好你的设计就行了 至于卖内衣的事 就交给我吧 我也不想这么辛苦 可是如果我在卖不好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 和你一次交代 欢迎光临 需要我帮你找尺寸吗 这是最初的谭利斯敏吗 你真是货 这种材质 听说穿起来非常舒服 没错 这四面材质 可以充分透气 快速散热 最适合夏天穿了 这颜色 是我老公最喜欢的颜色 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 你老公看了会更爱你 真的 听我的准没错 要不要试试 我告诉你 飞方 天哪 人家陆宰啊 谢谢 下次再光临哦 嗯 心情舒坦多了 总算做成了一笔生意 依華 剛剛那女的來做什麼的 來這裡當然是買內衣 走開 你知道嗎 那個女的好闊氣 花錢真大方 她把所有顏色的內衣都買了 那她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說什麼 就說要買內衣 那就好 幹嘛 你認識她 我 我不認識 是 叫什麼 我設計內衣這麼久 今天才第一次領悟到 原來女人穿內衣 並不是完全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心愛的人 你在說什麼 就是今天那位 穿得很時髦的婦人 起爆我的想法的 是嗎 你沒看到 當她說她老公喜歡那個顏色的時候 她的表情有多幸福 我想她一定很愛她的老公 所以才挑選她老公 最喜歡的那個顏色 不會吧 她跟她老公像仇人似的 怎麼可能挑選她喜歡的顏色 你在說什麼 沒有啦 我是這樣想的 以前的我 總以女性的角度去設計那一款式 現在的我可不這麼認為了 其實啊 應該以男性的審美角度去設計才對 你說是不是啊 你說的都對 周凱 如果是你 你喜歡看女生 穿什麼樣的內衣款式 不要問我 我怕你聽了我的意見 內衣會賣不出去 你說說看嘛 我想知道你喜歡什麼 真的要說 你說嘛 老實說 我比較喜歡女孩子穿 有嫌淡超人的內衣 你笑什麼 周凱 沒想到你居然同心為民 喂 這句話對男人來說 是很傷自尊的 這也沒什麼不好 嫌淡超人 真沒想到 如果在旁邊加個雷子 或是什麼樣子 喂 嗯 要買很多內衣 我們這裡貨不夠了 真的啊 好 我馬上回去 什麼事啊 有個女的 要買很多內衣 我要回去調貨 我們快走 還是 來 老闆 老闆 謝謝 好 我馬上去找 大一號 大一號的 沒問題 那你去的線 是 這麼忙 我再去問她 這個 主任 你們兩個去哪裡了 沒看到這麼多人 快幫忙 我跟你講 這個 小姐 需要我幫忙嗎 這個款式我都要 要多少 有多少就拿多少 你買那麼多做什麼 你買衣服還怕人買 或者今天就沒這個好機會了 快 去拿貨去 好 我馬上去 小姐 你們買內衣的 都是一伙的吧 什麼一伙的 玩一團的 我只聽過進香粉 我可沒聽過什麼內衣才夠分 說 你們到底有什麼目的 總之 有人出錢要我買什麼我就買什麼 你看起來很面熟 我想起來了 你就是上次在路邊攤 賣內衣的那個小子 上次就是你們來買我內衣的 你上次的那些內衣 都是瑕疵品 一點都不好用 這裡可是高檔貨 我要多買一點 明哥 那該不會又是你叫我來買內衣的吧 好 好 知道了 好 明哥 他們都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很好 明哥 我們幹嘛這麼大飛周章 要就狠一點 乾脆看看周凱他們家裡面 還有誰可以綁架威脅的 不是比較快嗎 你沒有聽過以游克剛這句話嗎 你這樣認為幫周凱他會領情嗎 我相信他不是個絕情寡意的人 我應該不會看錯的 希望你是對的啦 喂 你這什麼 好 那怎麼了 謝謝又姐 把小二美特賣的牌子 放到外面去 是 經理 什麼事 邱一華他們的業績已經破百萬了 什麼 怎麼可能 他們剛剛就賣了五十幾萬 整個貴可以說都賣到沒有貨了 我不相信 他有這個本心 太好了 沒想到我們的新款內衣賣得這麼好 我就說嘛 一華設計的這個內衣啊 雖然是美麗又高貴 可是商業潛力十足啊 這就表示我們台灣的婦女 還是很有眼光的對不對 主任 昨天你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昨天的話就當我沒說 好啦 今天慶祝我們業績這麼好 為公司揚眉吐氣 我做東 我請你們吃飯好不好 走 主任請吃飯 真的是太難得了對不對 周凱 周凱 你怎麼了 聽聽漫場生意這麼好 你不開心 怎麼會呢 我只是想到又欠了一個人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謝謝人情啊 沒有啦 小吳 到哪了 藍姐 放心啦 一定趕得上法會的 光 來 把我念珠收起來 來 坐 來 我叫你坐這邊 你搬過來幹嘛 主任 你就在這吃啊 當然在這吃啊 不然我一定吃凱月啊 三份雞六卷 等一下 誰說你可以點餐啊 三份沙拉 好可怕喔 主任 吃餐卷啊 沙拉有什麼好吃的 現代人啊 就是吃得太好 營養過剩才會變胖 我是為你們好耶 你們都不能了解我的用心良苦啊 你們看我看的嗎 主任 我們三個比起來 你最肥的 你說什麼 你就是這樣不討人喜歡 我告訴你 我最討厭的就是你這種啊 說話不經大腦 而且還能一針見血的人 主任 我媽說誠實是一種美德 還說 你是不是想氣死我啊 好了啦 主任 今天男的生意這麼好 我們大家應該開心一點啊 再說 你請我們吃什麼 我們都很開心 聽到沒有 跟一華多學學 人家多名是理 是大體 真搞不懂 一華怎麼會喜歡你這個惡愣子 主任 來了 國豪 我不是國豪喔 你不是國豪嗎 這位太太 你認錯人了 她叫周凱 不叫什麼豪的 是啊 她叫周凱 是我們公司的同事 是 對 我是他們同事 你不相信我拿身分證給你看 好 不用了 對不起 是我認錯人了 這個時間 我的兒子也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對不起 打擾了 打擾了 欸 她兒子跟你長得很像 她兒子巴承也是個大白癡 住嘴 放手 你不想活啦 你幹嘛問我嘴巴 主任 我是為你好 是幫人得罪不得的 什麼 周凱 你認識她 我 我怎麼會認識她 我只是覺得這個聖位上 身長不露的人太多了 誰知道她背後是什麼來自 周凱 我警告你 你要是在這樣沒大沒小的話 我就炒你魷魚 主任 好啦 難得你們兩個都在 我們來討論一下 下一波促銷方案好不好 好 主任請坐 嗯 你不是說有起色嗎 怎麼豪哥還在睡覺啊 剛才的確是有點動靜 你現在又沒了 害我白高興一場 你是蒙古大夫啊 好啦 沈大夫 麻煩用最好的藥 進行醫治豪哥 只要能咬她的病 無論花多少錢都沒有關係 去 丟開最好的藥 回去 豪哥 你要振作一點 趕快好不起來 因為我已經撐不住了 喂 你等一下 藍姐打來了 國豪呢 豪哥還有事情應該忙 不能來見你 坐吧 是 他要忙到什麼時候 豪哥在談比大聲意 時間也不好拿捏 總之他忙完之後 一定會回來看您的 今天這段佛祖 他突然斷了 我很擔心 我怕他會是個不祥的症狀 也許是我年紀大了 太過於明顯 阿民 會不會是我想太多了 藍姐 其實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想你兒子了 今天我在街上 看到一個長得很像國豪的小伙子 我還上前去認他 這才發現 是我認錯的人 那小伙子的眼神 是純真的 國豪當初 如果沒有接吻紅海吧 那 或許就該是那個樣子 我認為 一個單純上班的人 他的雙手 絕不會充滿血心與暴力 只可惜國豪 他不是 對 對了 剛剛你想要跟我說什麼 我是說 其實豪哥也想過這種日子 這種日子 應該也不遠了 是啊 他答應我要金盆洗手的 你認為他做得到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今天遇上那小伙子的關係 讓我特別地想念兒子 記得告訴國豪 他如果忙完了 就趕緊回來見我 還有啊 告訴國豪 凡事得小心點 別讓我這做媽的 出事再替他擔心 是 明哥 這怎麼搞的 豪哥在的時候沒有人找他 反而出事了也這麼多人要見他 明哥 乾脆你就把事情告訴藍姐 不就得了嗎 看見藍姐現在這個樣子 我怎麼能告訴他 豪哥現在的狀況 我不忍去傷害藍姐的心 這能瞞多久啊 能瞞一天是一天嗎 現在 除了能期待豪哥的奇蹟出現之外 我能做的 只能把藍姐的傷害降到最低 中海 去把車子開來 去吧 去 中海 沒牆到人家 太好了 你看啊 我都喘不過氣了啦 你來這裡喔 被人家看到我怎麼不行的呢 好 走 我們去換衣服快 走 來 我們換個地方躺 來 他怎麼會來著啊 他怎麼會來著啊 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戰 像不容就把念頭整個翻過來 我跟自己開心地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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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自己的靈魂 你應該是誰 我跟自己的靈魂 我跟自己的靈魂 我跟自己的靈魂